《神神秘秘》 歡迎回到《神神秘秘》的節目 今天是第41集 今天有我和東東 大家好 今天我們會說愛 你聽到這個題目有什麼感覺 意義很大 發文很廣 說什麼都可以 很多人聽到愛這件事 自然是在男女的感情上 但其實愛這題目 可以說很多集都可以 很多人對愛這演繹是很狹窄的 我就由男女感情開始 我們就由男女感情開始 我覺得現在很多的兩性關係都是不自由的 我也是這個感覺 是的 我的比喻 我經常用這個比喻 例如你喜歡吃什麼水果 我喜歡吃嗎 我很喜歡吃很多種水果 你最喜歡吃什麼水果 我最喜歡西瓜 西瓜 還有呢 香蕉 所以你喜歡吃香蕉 就對不起西瓜 不會 你明白我想說什麼 我明白你說什麼 所以很多人去演繹 去愛這件事是 很局限性 很封鎖 很不自由 很狹窄 很狹窄 有一個課題 即是我在網上打愛 和打許醫生的名字 去看一些研究 我發現我看了一個演繹 很快的演繹 就是關於愛與背叛 這個題目 很多人覺得 如果你喜歡這招 你就背叛了西瓜 是 這件事 但是呢 首先 最起初你去愛這個人的時候 是自由的 是完全沒有束縛 因為你去選擇了這個人 他也選擇了你 但是呢 為什麼這個自由 在你選擇之後 就不再發生 因為這個就是 在現在的男女關係 他們有的一個框框 一個枷鎖 好 其實這件事 是很有趣的 我年輕的時候 也會有這個狀況 而且很有趣的 其實我跟男生是比較好朋友 我想我20 我也是 20年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男朋友 為什麼你喜歡我 又喜歡另一個 又或者是 為什麼可以這樣 但是呢 日後的日子裡面 跟男性朋友比較熟 我又開始打開我自己 原來男人呢 男人呢 男人是可以 同時去愛 男人多一點 我不是說女人 沒有 男人是容易一些 他是同時愛兩個人 他也是愛的 好的 我很明白這個感覺 我明白 他也是愛的 對著任何一個人 他都不是說謊 但當然我們有很多遊戲規則 以至到他不得不說謊 他要命聽著這兩份愛 可能一個男孩子 他有A女朋友 有B女朋友 他為了要命聽A女朋友 就要對著A女朋友 隱瞞B小姐 然後要對著B小姐 隱瞞B小姐 因為他遊戲規則是這樣 是的 我覺得如果一個人的自我價值 建立得健康 以及完整 那你愛不愛我 是與我的價值無關的 即是你吃香蕉的時候 西瓜的價值是沒有跌到的 絕對是 但其實是的 很多人當你發覺 譬如女朋友跟你說 我不想跟你在一起 那麼突然間那個自我價值 或者老公突然間跟我老婆說 我不跟你在一起 那麼被分開那個人 她的自我價值會突然跌到屋底 還有一些人會很聚焦在 他的某一段關係 不一定是異性關係 聚焦在某一段關係 或者是媽媽 或者是爸爸都可能 那麼這個人不愛我 我就很痛苦了 是的 又或者是痛苦一段很長的時間 或者用很長的時間 去博取這個人對我的愛 去怎樣去贏 或者怎樣去吸引他 或者怎樣去做很多事情 去維繫著那份愛 或者去令到這份愛 不要失去 但是呢 我做了這麼多年的人 或者我接觸了身心靈這麼久 我想說一句話 你愛不愛我關我鬼事 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我講這句話 當你的自我價值建立得好的時候 根本你已經不在乎其他人有多愛你 因為 有很多遊戲規則也是 我愛不愛你 我就要先看你愛我多少 有很多人都是這樣 所以 你不愛我就好 我又不愛你 我就舒服了 又或者這樣就平等了 但是 首先就是 比如說我喜歡這件事 我喜歡這杯子 或者我喜歡這條紙巾 其實 就是因為我喜歡他 所以我喜歡他 人也是 有些人你喜歡他 有些人的程度會有三次 但我覺得很多時候 尤其在兩性關係很容易見到 是對等價值的交換 很多時候見到情侶喊吵架都是 我生日你又記得 你生日我又不記得 然後我對你爸爸媽媽很好 你又對我爸爸媽媽怎樣怎樣 我覺得將整個愛這件事 侮辱了 有點流曲了 變了質 是的 當你用這件事去說的時候已經 其實有時會是當你一段關係 去到計較這些事的時候 當中那個愛跟你以前兩個在一起 那個愛是已經不同了 是的 我也都 有些人分手後 看對方不好 看對方怎樣 看對方怎樣 他一定不會很有知覺 他這樣對我的話 天天一定會收他 他很怕聽到別人說這些說話 譬如有個人對你不好 你身邊的朋友 因為他不愛你 身邊的朋友就會說 看著他 他沒有好報的 他又怎樣孤獨中老 就算我是當事人 有時聽到我身邊的朋友這樣跟我說 其實對於我那個很曾經愛過那個人 我的感覺是不舒服 他打給他身邊的朋友 打給我們認識的朋友 或者他身邊的朋友 甚至打給他的同事 去說他的壞話 是的 去博取我的同情 即是去博取別人對你的同情 是的 是的 然後在這個過程裏面 我覺得有一天我完全是不舒服的 因為我不斷去打 我很需要有一個社會的 即是很需要有人陪你 是的 很需要有那種被支持的感覺 我想我當天打了三百多個電話 是人就打 三百多個電話 是的 我想我當天是做了這件事 但在想方後 其實你是真是 是做了很破壞性的 但是現在很多時候在兩性關係中 都會看到這個狀況 我也是經歷過這些事情走出來 有時愛是真的沒有條件 剛才很有趣 其實剛才在路途中間 我腦海中突然跳了一句說話 是的 我們怎樣可以得到一份愛呢 而有時譬如說 我剛才剛才想到 假如你發現這個男朋友有個女朋友 你跟他吵架 你的目的是甚麼呢 你想贏回這個男朋友 還是你雙手推他走呢 你剛才說了一句說話 令我又刺激了我想了一些事情 很多人覺得他要得到愛 但你有沒有想過 我可以怎樣去付出這個愛呢 付出愛呢 很多人就是 我們以前課程中也有說 有些人拼命在關係中做一個承取者 課程有提到的 但是有時很可能在寶寶這個過程中 當你去付出 所以那個愛呢 無條件的愛呢 無條件的愛呢 其實是我覺得愛的最順高的層面 就是你去到一個無條件的狀況 就像我兒子疼我那一刻 可能是 或者你對這個兒子 這個兒子多頑皮也好 是的 我想起我的貓 哈哈哈哈 他多頑皮也好 他都是這麼可愛 你都是這麼尺寶的 你看到他之後 你都是 拍他兩下的大腿 然後你都是沒有辦法的 他只要一吵你 你就 哎呀 就沒有辦法 這一種 就是沒有辦法 你就是 鬼叫你愛他 講到愛這個題目 我經常都講 有本書 許醫生寫的 叫愛是你愛是我 這本書我經常看 亦都經常買給我身邊的朋友 是的 我經常都說這本書 就是不要在街上看 你會哭的 是他講很多愛的題目 他說到其中有一篇 我很記得的 就是一個媽媽回到家 發現他十幾歲的兒子 和另外一個男兒子 赤裸裸地在床上 他只會瘋了那一刻 就是 我兒子為何會做這種事 有欲家門 然後雙風敗 雙風敗了之而此之類 就拿著棍子就吐了 那兒子就會 他家裡的幾層 然後就全屋走來走去 但是 他已經黏了線 打到他已經忘了形 但是他發覺 乘路之下 他看著這個兒子 他看到自己 他沒有辦法 他就是抱著他哭 他沒有辦法 我也是要愛他 當你乘路之下 靜下來的話 你沒有了你的頭腦的時候 你剩下的就是愛 即是你容許你的感情去表達的時候 都不是這件事 即是當你去 真的打打打打打打 你繼續打下去 就是表現你的憤怒 那怎麼辦呢 當你發覺 到了最後就是 其實這個小孩真是沒錯 他也是一份愛 嗯 這個小孩他也是 他做過甚麼 看看殺人放火 他做了甚麼 剩下的都是一份愛 所以 那裏寫了很多關於愛的題目 還有 另外一種愛 我覺得甚麼叫不適合 我那天和你做節目都說過 嗯 就是很多人覺得父母到弟弟的愛 就是很偉大 我對他 照顧他 賺錢回來養他 拉粉錢之類 但如果你真的明白愛是甚麼的話 我覺得小孩對大人的愛 才是無條件 我完全感受到你說甚麼 是的 無論你怎樣罵他 或者你打他 或者是 即是我們那一代有些父母更加 可能經常去侮辱他的自尊 或者之而之類 他都是無怨無悔地去對你 這樣愛你 小朋友對大人的愛 就是 那裏就看到無條件 這件事是令人非常非常非常感動的 因為在小朋友的世界裏 尤其是現在 我兩個兒子一個三歲一個四歲 他根本就沒有一個條件 在他們世界裏是沒有條件的 所以他那種愛是更加傳現 而且很直接表達的 是的 但是 唉 我想說說愛的主題的時候 剛才我看了一個講座 他醫生的講座 他講到愛和背叛 他突然說了一句話 可以被天下的 情侶 被劈腿 男朋友喜歡了另一個人 或者女朋友喜歡了另一個人 或者女朋友喜歡了另一個人 他說 太陽不會因為他是一個壞人而不照耀他 他也不照耀他 他只是不… 另外一件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話 就是很多年之前 我跟著他醫生做這個翻譯的時候 會接觸很多不同來檢討的病人 其中有一個女士 這麼多年我都很深刻 這個女士已經是末期 癌症 癌症的末期 然後呢 她第一次來檢討的時候 我也覺得很詫異 她可以一路數 數到大學畢業開始 數她老公怎麽對她不安 不是的 是數所有人說過傷害她的說話 她可以數出來 你明白嗎 你知道她的人生就一路一路去… 她累積了多少負面的能量 她一路一路去聚焦在這些地方 然後當然在她大學的時候 她對一個男士又有感覺 就是喜歡她 然後就鼓起勇氣跟她表達 然後那男士給了三個字 不可能 很難說出口的 不可能 然後她說什麽是不可能 什麽是不可能 她覺得所有的東西都抹了 這句說話很傷害 然後我很深刻 她醫生最後跟她說一句說話就是 你的愛給了出去 而別人不接受你這份愛 並不代表你這份愛沒有價值 都是因為愛本身 是沒有一個標籤是對還是不對 是好還是不好 我都令我想起 我曾經有一次我自己去做控訴 那個對方 對手 那個對方就是我好朋友的男朋友 但是他喜歡了另一個人 你好朋友喜歡了另一個人 我好朋友的男朋友 喜歡了另一個人 當時你的好朋友知不知 我好朋友知的 他是很傷害的 但是我仍然作為一個諮詢師 那時我仍然成為一個諮詢師的位置 你就要好中立 但其實這個人來見我 其實他開頭就是支支吾吾的 好像欲言有志 但是他來之前你不知道的 我知道 你知道 就是你想等他自己說 因為其實基本上他是想我幫他開頭牌 其實這個男士他也是痛苦的 他是痛苦的 就正如我說 這兩個女士他都有感情的 然後他就要知之吾吾的 然後我作為一個 看過一刻是一個諮詢師 我一定要去 去關我自己 我就跟他說 先搞清楚 沒錯你現在對兩個女士有一份愛 但這兩份愛都沒有罪 那兩份愛都是一份愛而已 你不需要戒替 你儘管去打開分享你的事 我想說一個點就是 無論剛才那個癌症的女生 或者這個男士也好 那份愛都是一份需要尊重的一份感情 那你有沒有尊重你自己所有的一份感情 就是這樣 就是我想其中一個愛很大的了誤學習 就是愛本身是不應該有任何標稱和條件 嗯哼 是的 好了 那麼另外一個點 我有寫下的就是 他說每個人都要學習愛的功課和無條件的愛 嗯 因為你要留意你人生裡面很多的痛苦 就是來自這些條件 不如我們 其實你一直從剛才節目開始到現在 都說了很多愛很多的東西 其實我一直聽 我想很多觀眾都一樣 都一直在反思很多很多東西 是的 其實我們經常都說無條件的愛 那怎樣才知道真是無條件的愛 在你心目中你覺得 就是純粹忠於自己那份愛的感覺 那怎樣才知道無條件的愛 你明白嗎 嗯 我不知道你們覺得被愛幸福還是愛人幸福 雙愛最幸福 哈哈哈哈 就是我想 這個就是條件 你留意一下這句話就是條件 你在說我嗎 是的 這個就是條件 我愛他他他都要愛我 這樣就叫幸福 不是不是不是 是的 我是說如果有一個情況 是兩個人都同時間相愛 那種感覺是最幸福 那個是很美的時刻 很美的時刻 但是呢 到了後來的時候 如果你帶著這個要求 或者這個是一個 你覺得不應付的東西的時候 我明白的意思 當大家的位置不是… 就是我那麼愛你 你就要愛我多些 要大家都那麼愛你 不是那麼平衡的時候 那時候你開始去看這個… 去計較 去計較這件事的時候 就是有條件 那你的痛苦就開始了 而且你會一邊一邊 你會拿著計數機跟它計算 或者自己的心裡的計數機在計算 這樣就… 那就不自由了 那是否就是說 換言之你… 即我們一直說的無條件的愛就是… 我只是很傳言 我去表達對你的愛 譬如關心是一種愛 我去… 我去陪伴你也是一種愛 而我同時間 我不會要求你要怎樣對我 那這些就叫無條件的愛 很複雜 很複雜 這個… 這件事很複雜 你這麼說 是的 都是的 但是呢 愛是… 我想說愛是平等的 你去愛人 不過你又沒有愛你自己 你去… 剛才那種的說法 變成你一路一路的無條件的話 很多人要過了 另外就過了另一條線了 就是我無條件的愛你 但是我沒有愛我自己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就是我愛你愛到太盲目 而沒有好好的去愛我自己 那個付出是… 是喜悅的 那個付出去到痛苦的時候 那你就要去想一下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OK 如果你的付出來自喜悅 來自一種自由的感覺 的選擇的時候 每次我去付出的時候 我都是很開心的 我送一份禮物給你 因為我送給你的時候 看到你拆開的時候 很開心 但是我送給你的時候 你會說 嗯 我生日的時候 你也要這樣說 又或者是 我送給你的時候 我覺得 其實那個禮物的價值 是超於我的能力所限制的 但是我因為怕我失去你 而去送這份禮物 或者去做一些什麼事的時候 是帶著恐懼 出發點帶著恐懼 或者是擔憂 或者是甚麼理由 而不是一份自由的選擇的時候 那這個愛 就不是自由 以及不是帶來喜悅 那是否其實 大家的觀眾可以簡單一點 去說就是 每次當我付出的時候 你很開心 你完全沒有任何的期望 那這種就是 我們現在簡單一點 來講無條件的愛 每次當我付出這句說話 已經是 是一個 是一個 是一個限制性 去回剛才那項目 我分享另外一件事 另一件事 我經常會在課堂中說這個案件 就是我在台灣 趕著去聽許醫生的演講 那時候還在內湖的地方 塞車 然後去塞車 已經遲到了 遲到去到 就找個位置坐下 然後我看上台 我是嚇倒的 因為在許醫生旁邊坐了一個人 他生了很多肉粒出來 他是臨巴癌 但是他生了很多 像像象仁一樣 他生了很多肉粒出來 他當然有些客人 然後他一直在分享他自己 他說他不喜歡他爸爸 因為他爸爸做了很多傷天害理的事 不是借了錢又不還 欺負一些無知苦兒之類之類 他覺得我有這個爸爸是我一個恥辱來的 我抬不起頭做人 我不會承認這個爸爸的 然後他經驗了癌症 已經三年至四年了 然後怎樣接望他 他在這裡說 我怎樣很辛苦地 自己一個人去面對這個病 那些人如何欺負我 那些人見到我 就討厭我 我怎樣辛苦地捱過這個過程 然後他說了一句話 不怕的 未來的日子怎樣辛苦也好 我都捱得過 然後我簡直 嘩 我都明白你的感覺 嘩 如果信念創造實相的話 你根本就預計了未來的日子會很難過 如果真的信念創造實相的話 他看的未來就是充滿著所有的痛苦挑戰 然後我再看下去 說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間許醫生搶了他的麥克風 當然了 不讓他說 他說你為何不愛你自己 他說我甚麼不愛我自己 他說你為何不讓人愛你 我甚麼不讓人愛我 根本沒有人愛我 然後我聽聽一下才知道 他已經在那時的生時代協會活躍了一年了 即是分享這個原因活躍了一年 他把麥克風傳下去 每一個人告訴你 你這個人的感覺 有些人就會說 其實我真的很想去關心你 但是我每一次 都未埋伸你 想走過來 我想摸摸你的肉粒 想去觸碰你的時候 我覺得我好像在侮辱你 因為你的眼神 你的肢體告訴我 我好像 在侵犯你 可憐我 那種 我不知道我為何走過來 你這裏 你好像 額頭寫著 走開 不要煩我 然後 另一個人就說 我真的很想跟你說話 但是 我會覺得你的眼神是不歡迎我 關心你的 你的眼神 你說你堅強也好 堅定也好 但是你不是友善和歡迎你 你沒有一個空間去容納我對你的愛 所以 去生最後勸的一句說話 我請求你 對愛投降 Surrender to Love 那句說話為何我這麼深刻 我覺得那句說話 我坐在下面是一巴掌下來的 因為 我也是一種 不是很給人支持的人 我不知道很多人都會這樣說 譬如有人把你的東西送過來幫你 行行行 不用行 我搞定 你不要來搞我 我自己搞定 又或者是 有些人有關心的說話 說 很不舒服 行行行 麻煩你 好好好 收線 那麼 你有沒有真的垂下手 讓別人去愛你 那種Surrender Surrender to Love 就是單純接受 接受那份人給你那份愛 聽你這樣說 其實我 突然間多了一個例子想說 不過我想時間關係一會兒我們 我們一會兒再繼續這個題目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是甚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好 歡迎回來我們成神秘秘秘的節目 剛才東東好像你有些話還沒說 是啊 小豬就說 當別人要幫忙的時候 你覺得不用 不用 不用 我可以搞定 但是在我自小的經歷 我就反過來 不知道我給觀眾有甚麼印象 或者身邊的朋友有甚麼印象 三個女生在一起 我永遠 譬如A幫A小姐 阿月幫阿炳小姐 只有兩個人的話 永遠都是沒有人幫我那個人 但是 我心裏面其實就是很渴望 哎呦很重 你幫一下我 為何你幫他不幫我 我反而有時我經常都有這種感覺 很多人都會有這個狀況 就是他到處去找我的證據 嗯 去找我的證據 我很多時候說愛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的結尾都會由一個故事去結尾 這個故事是一個很久聽過的故事 就是佛祖的金魚去問佛祖 嗯 水在哪裏 嗯 水在哪裏 水在哪裏 那麼呢 我就會跟找愛的人 你就是那條金魚 嗯 其實水就是在你周圍 嗯 你一直是在水的裏面 你一直是在愛裏面 這個宇宙的本質就是愛 不過那些人不斷去找愛的證據 很多時候在兩性關係裏面 甚至是在家裡的關係 他寫姐姐多些 寫誰多些 去找愛的證據 你一直忘記在愛裏面 你一直忘記了你自身的價值 而且剛才我提到愛和自我價值有關 因為如果你真的找到你的自我價值 你就不會在依附的關係裏面去找愛 因為你有 不會在依附的關係裏面去找愛 是的 我有很多朋友 所以我很有愛 嗯 我有一個愛我的伴侶 所以我很有愛 我爸爸媽媽愛我 所以我很有愛 嗯 你就會把愛掛勾這些東西 即是突然間 爸爸媽媽不愛你 你就沒有愛了 因為你明白 當你的出發點是不足的時候 你看到的就是不足 多少愛你都是不足 但是你出發點的時候 你真的感受到 你有充充滿滿的愛的時候 你自然就會吸引這些愛來愛你 以及你會去引發這些愛出現 這件事是要很大的關照 以及一個過程 因為很多事我們是無意識地進行的 嗯 好的 好 這裡有一句說話 剛才我抄下了 我覺得很有意思 嗯 它說 只有你背叛愛 沒有愛背叛你 這句說話 也有點心傲 你怎樣演繹這句說話 你怎樣演繹 只有你背叛愛 沒有愛背叛你呢 你會怎樣演繹呢 呃 我的演繹就是 呃 我 譬如我今天 我和某個朋友很友善 嗯哼 好了 當我一邊一邊成長 一邊一邊成長的時候 我覺得 啊 好像大家的話題沒有什麼 不是那麼合 是的 或者她有她的生活 我好像在忙著我的東西 或者我呢 我又在某一個行業 她在另一個行業 但好像沒有什麼吞人的話題 那時候的話 我就會開始去引發其他的關係 就是你可能 啊 我不找你 就找其他朋友 是 然後又像香蕉和西瓜那樣東西 我開始有其他關係的時候 我可能會和你去山梭狀 這個是絕對 也都我要忠於我自己的感覺 譬如有兩個朋友 因為我有空 或者我想和朋友在一起 我覺得我和這班朋友在一起 是會開心過 但是我是不是不尊重這個人呢 不是 但是在這一刻我們真的沒有什麼話題 那現在是在什麼情況之下呢 如果你這樣說 這樣的話 我有自由去選擇我愛的東西 但是其實你說是否一個背叛 但是在你這個話題裡面呢 我又看不到怎樣背叛了愛 可能她說 哎 我很想你背叛了愛 我會想你陪我 嗯 但是我會覺得 啊 不是啊 我可能只有一天休息的時間 我真的想和那些朋友在一起 我不想聽你倒垃圾 這樣吧 這樣就和背叛掛勾 你會覺得 我會覺得她覺得我背叛 他會覺得你背叛了她對你的愛 我會覺得她如果她會覺得我是背叛她的 但是我會覺得是我的一份自由 嗯哼 你會怎樣看呢 因為其實當你說 你的說話只有你背叛愛 我那一刻我是 因為我自己是那些轉得很快的那些 我在我的資料搜尋 我搜尋不到支持這句話的一些經驗 或者一些例子 嗯 就是我會有這個感受 因為呢 剛才我去看那個 許醫生說的 那個演講 剛才網上的演講的時候 她說過 很多子宮頸癌的女士 找出來都是一個愛被背叛 那就是譬如很多時候 譬如可能丈夫 又惡遇 那份愛已經不再純正了 又或者是她碰過其他女人 她又碰我 又或者她覺得這件事是骯髒的 又或者是她會否定她的另一半 和另一個人的那份感情 那份感情是 我這份就是好的感情 那一份就是一份骯髒的感情 她總是愛的背叛 找到出來 好的 如果這個我就會明白 什麼叫做愛的背叛 她說子宮頸癌 因為子宮是我們愛的地方 去孕育生命的地方 如果對自己的自我價值 或者對愛沒有一個成熟的了解的時候 真的不是開玩笑的 真的會有身體的問題 會跟著來的 這樣的事情 而剛才我說過 我們一直活在愛裡面 我記得我是一條金魚 你一條金魚 另外一個我會想說的例子 就是我自己有個遺憾 就是我從來沒有見過下雪 到現在都沒有見過 你去過很多地方 我去過很多地方 要麼是下完雪 要麼是還未下雪 我試過有一年去廬山上雪 即是你可能會見到一些白色的雪 但你未見過它飄下來 是的 沒錯 那一年就是我11月底12月頭去 她說今年反常 我下飛機的那天是24度 我還要整個背包都是口衣 然後很可憐 每天在酒店洗天水 但總之我就沒有機會去看雪 到現在都沒有 沒有 但是很多人告訴你 雪 如果你仔細看它是六角形的 你會看到它是六角形的 在你的手上融化的 是嗎 雪花 我沒有留意 是的 雪花是六角形的 即是放到很大的雪花我就知道 如果你仔細看 我真的沒有仔細看 就這樣看一顆一顆在你的手指上 是一顆一顆的六角形 而沒有一片雪花是一樣的 嗯嗯嗯 那這個我知道 是的 那我經常都會問 那哪一片雪花最漂亮呢 嗯 見仁見智 是的 所以 我自己是否可以不比較哪一塊漂亮呢 是 所以呢 其實宇宙的美呢 在乎於它獨特的那一份美 嗯 如果你看你自己都好像雪花那樣呢 那這個呢 就是 就是 你自己最最最最最最最價值 因為你的宇宙不會有另外一個你 你知不知道剛才聽你說那句說話有甚麼感覺 是 如果你看自己是一塊雪花時會怎樣 我的感覺是鬆了口氣 是的 很多人 其實你要去接納別人容易 去接納自己是很難的 愛自己是一個很大 和很多人都過不了的課題 你有沒有無條件地接納你自己呢 你是否永遠都是 放其他人的優點在你自己之上呢 還是我要事業有去到某一件事 我要我的經濟能力去到某一件事 我要有很多的好朋友 我才接納我自己呢 又或者是我要保持自己的身材很健康 或者我要保持自己的樣子很漂亮 才愛我自己呢 我經常都會說 你是不需要令自己更完美的 你的本質就是漂亮就是有價值 這件事是很多人都沒有留意 或者是很多人都陷入了這件事裡 可能初陀他花很多能力在這件事裡 是的 沒有無條件地接納自己 其實聽你這樣說 你說要接納自己呢 我很小時候已經聽了 但是我會覺得這句說話 就是一句說話 是的 那你有沒有真的做到呢 或者你可不可以全然地接受呢 我發覺真的要花些時間去自己去修行 是的 是的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活在當下 去享受這個 這一刻創造的過程 是很好的 比如像我自己 我經常都說 啊 這裡再瘦一點就會好看一點 其實這個也已經是反映了自己 不是傳言接受自己的一些事 當然我不是說你 就是 就是 去 去 但是 OK 我經常都說 是不同的 你的屁股和傳言接受自己 是兩種不同的能力 你的出發點 譬如我 我也是會去吃健康食物的 或者我也會去做運動的 但是我出發點 就是 我吃健康的食物 因為我愛我自己的身體 或者我會去做運動 因為運動出汗的感覺很好 而且我會想保持我自己的身體 是一個有力 有能力的狀態 所以我的生活 我覺得很開心 有些人做運動是很開心的感覺 嗯 而是我帶著一個擔心 哎呀我要做運動 不做就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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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或者帶著一個恐懼 我要吃這些東西 如果不是我就會怎樣 如果我不吃我就不健康了 我不做運動我就不健康了 其實這已經是兩個 已經是兩個出發點 你可以繼續在生活中 去追求你好的東西 但是那個出發點 我們經常說的 屬意就是來自一個有 還是來自一個沒有 是沒有的 有的出發點如何出發 你就會創造更多的有 你出發點來自沒有的話 你做多少事情 結果都是屠龍無功的 因為你會創造沒有的實相出來 我剛才想起一個項目就是 我剛才在這裡寫的 他最後一個項目就是 將愛當成我們的信仰和宗教 和愛永遠都在這裏 你永遠被愛 信仰就是你要信神 那樣東西是很難證明給你看的 哎呀 那對於我這些無神論 那怎麼相信 可以嗎 你對愛的那樣東西就是 就是你真是信 你在它裡面 變成一種你生活上的信仰 當然我們生活 會面對種種的難間 或者挑戰 或者是不如意的東西 那時候你信不信你是被愛的 好的 這個就是信仰 有些難度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這個我們下一集會說的 就是我們會在結果裡面 即是它對我不好 那我就沒有 結果就是我沒有一份成就 結果就是我又老 又或者身體越來越走下坡 又或者是我沒有朋友 又或者是知而此類 我事業又不是覺得很成功 那樣 就在結果裡面 亦都在自己的價值裡面 當在這些日子的時候 你仍然相信你是被愛的 或者對愛那份信念 我覺得作為信仰 這個詞是很適合的 成為你生活上的一種信仰 就是你在愛裡面 好的 一直是這樣聽的 那條金魚 一直在我腦海裡出現 我覺得如果我們真的明白到 原來這條金魚不知道什麼是水 是不是就很等於我們不知道什麼是愛 它不斷去找 但原來我們一直都生活在傳染的愛裡面 它一直在你周圍 它一直都在 我昨天也上課的時候 去講一個恩寵的狀態 恩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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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會流血死的 恩寵 因為你的身體自然就會結晶 是的 就是會結晶的 恩寵 這個這麼自然的定律 又或者我經常講呼吸 呼吸很簡單 在一秒之中進行了 但呼吸是很複雜的 是啊 我教呼吸系統的時候也教很久 你想想整個呼吸的 在身體裡面有多少 而這個這麼神奇的動作 在每一分 每一秒 每一個當下你進行 恩 這個不是恩寵是什麼 OK 你整個的存在 就是在一個恩寵的狀態 恩 還有這個宇宙 整個宇宙 那些樹木又會放出氧氣 然後它又會吸引你的氧化碳 這個大自然這麼完美的配合 和諧 這個不是恩寵是什麼 是否譬如太陽會繼續照耀我們 例如是這樣 我們在這個系統裡面 是每一天很恩寵地存在的 恩 講到這個層面的話 有些人說 你沒有手沒有腳 你還有眼有鼻 但不是一種安慰 這個我覺得是很真實的一件事 你以為你老鳳是坐在那裡 很安全地去做錄影 不會子彈還飛嗎 你走出街不怕有什麼事 你晚上出街 我覺得香港晚上出街是非常安全的 是的 有些地方你是不敢晚上出街的 有些地方 我覺得每一件事 你有沒有每一天去感受這種恩寵 感受你在這種愛裡面 這種感覺是很重要的 我自己都不斷地提醒我自己 而這種感覺給我 剛才聽你一邊說 我一邊覺得身心舒暢 很舒服 而那種 即是你剛才說的那種恩寵 我心裏面是 好像那些平靜 一邊聽你說 一邊靜一邊靜下去 而好像是 所有東西都 都我們已經在了 真的不用出去找 而呢 為何很多修行的人 當你在這種這麼大的愛裡面 你再看那些人愛不愛你 愛他多少 其實你會發覺根本不重要 當你在一個風築 風盛裡面 你就不會再需要去計較 或者在那些遊戲裡面拉扯 又或者你真的可以很純粹地 忠於你自己那份愛就是為愛而愛 這不是叫做無限的 我自己今天去準備這個題目 那時候我是想帶出這個點 我說他的愛 大愛並不是那些很狹窄的那種愛 今天呢 我有幾個題目 我都很感動 第一就是 我們說到無條片的愛的時候 也是 很多人是 誤譯了無條片的愛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那條金魚 那條金魚 其實認識你這麼多年 我真的第一次聽 是嗎 我未聽過 我未聽過 因為你知道我和你一直的相處 不是老師和學生的關係 所以這麼多年來 我又上過這麼多課程 我真的從來未聽過這個故事 有空你聽一下我的課程 所以 說真的 真的印象很深刻 就是你想想 你是那條金魚 你問愛在哪裏 你問水在哪裏 你問水在哪裏 正如我們去求愛 而這件事真的 真的很深刻 我講真的 就是這麼多年 很少一些 不是很少的 而是這件事真的 很特別很深刻 而繼而就是 恩寵這件事 我也聽過 但是今天 可能我們又在這個題目上面 我完全感受到 如果我們可以活在這個恩寵裏 那種平靜 不是很表面的平靜 不是說外面很靜就叫很靜 而是你心裏面那種很安寧 很安住 很安全 很順寧的那種感覺 是剛才是一邊聽你說 一邊散發出來 是的 因為做這麼多年諮詢 最大的治療就是愛 這一份很大的愛 這一份愛 是可以蓋上所有 我們人生劇本裏面 所有劇情裏面 那些狹窄的愛 嗯 當你去 我經常說 你找回自己的價值 當你明白 當你了解的時候 你就不會在這些人事物裏面 紛紛意要裏面 繼續撞擊 是 剛才有一個問題 就是 對於 譬如 大家都修行了很多年 但你對於現在的觀眾 他在感情裏面 紛擾著 爭摘著的時候 你會送什麼说話給他們 都是那句話 去回到你自己的價值 如果有些人說太太深 會有甚麼可以做 這件事不深 你真的要明白自己的價值 你也要尊重對方有她的價值 即是尊重對方的選擇 是的 不是在那份愛的 即是突然間有女朋友跟我說 計算 又或者你一定要擁有這個人 很多愛是用愛來的藉口去控制別人 或者要擁有那件事 愛是自由的 我經常都會覺得現在我的感情生活 如果我真的有一份感情的話 如果對方真的發覺他喜歡了別人 如果他喜歡了別人 他是更加開心的話 去吧 因為我愛你 但是那一刻你也會經歷一些不開心 但如果我是有價值掛勾 他不愛我 不跟我價值掛勾 我仍然可以有我的生活 我有我的朋友 我有我的工作 我有我喜歡的東西 我可以去旅行 我會懷念這段關係 也感謝這個人跟我相遇過 在這段過程中 我們有一起愛大家的時候 但是我們仍然可以是朋友 仍然可以用朋友的身份去相處 去延續這份愛 但是你會發覺如果你真的和那個人 而那個人也是愛你的 你找到一份更加令你快樂的愛 我沒有理由不讓你去做這件事 如果你愛他的話 或者正如說你的兒子 他發覺他想做些甚麼要離開你的話 如果你的兒子是有前途的話 那件事是令他有價值的話 你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放手 好 剛才想起一個例子 你講的兒子 雖然我們講一些不要這麼沉重的題目 譬如我那一刻很想說 兒子 你陪我去做些甚麼 他會說 媽媽我要玩火車 那一刻 我好 你喜歡玩火車 你開心 那你去玩火車 你真的沒有那種失落的感覺 是 因為那種是有一份 我叫成熟的愛 我叫成熟的不是狹窄的愛 我不知道觀眾裏面有沒有一些朋友 你現在或者曾經有些你放不下的感情 我希望這一集裏面的題目 是可以對你有些輸解的作用 或者當你明白或者你了解的時候 令到你從一個不同的角度 去評論過往一些你感情的傷口也好 又或者一些不愉快或者執著也好 有很多人分手就會數以前的不開心的事 但我就反過來 如果可以的話 大家有一份感情 以前也曾經有很多開心的時間 為甚麼不把這些那麼開心的東西 我們放在櫃桶裡 留在將來你好好回味呢 因為你真的需要感激在你生命 所有曾經給過你愛的感覺的人 因為它會令到你的生命有色彩 而且曾經創造了一種很美的經歷給你 而其實這一種也是我們來這個地球的一些愛的課題 我會覺得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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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會令到下一個禮拜的題目 就是關於結果 很多人會在那個結果裡面 就是兩個人在一起 叫做一個全停 但如果你有經歷的話 其實兩個人在一起 才是一個開始 也是一個你命聽著那段關係 也是另外一個考驗的開始 並不是說大家在一起 像童話故事一樣 但是兩個人 人和人的相處 不要只是兩個人 人和人的相處 就是不斷地去接納包容 量解 成長 還有大家會有課題 就是一家人也有很多課題 那就是說我們下星期的課題就是 白雪公傳和白寶王子 在一起之後的故事 在一起之後 之後開始是甚麼 是的 我們下星期會講關於過程和結果 好嗎 今集我們的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下星期再見 下星期再見